大家好,欢迎来到BBD解说三孤沙国战 今天给大家带来几局观众朋友发我的录像 这个观众朋友发我的录像还有我自己打的录像 我也都会轮番给大家做 这样的话,我自己打的录像是更好的传递给大家我的思路还有想法 观众的录像就是尽可能能展现出这个国战大千世界的一面 然后呢,观众可能哪里打的好,我表扬一下 哪里打的不是特别好,我指出一下,大概是这个意思 然后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录像吧 先看第一局 主持人玩家的ID叫做现实,一区的玩家,感谢他录像 这里面的话,这个可以选的武将呢 还是蛮多的,可能这里面最强的应该就是貂蝉和独太后了 这两个组合肯定是最强的 因为貂蝉和和太后既有单挑又有那个团战 别的也都可以选数,如果你要将选也可以选,就是低嘲讽 最终他选择了田峰和独太后 看来他对田峰这个武将比较有信仰 因为田峰也是一个信仰型武将 如果信仰起来,还是可以有超常发挥的 看比赛,这里面直接168开跟达满 恐龙直接选择亮将 一般情况下,有杀像恐龙这种啊 别人放AOE,你有杀有闪,能不亮就尽量不亮 迫不得已的时候再亮,对吧 好,这里这个人有技能啊 摸牌阶段有技能 开了个万键 这里没办法,只能想着掉血 这个夏侯敦刚才不敢出来 现在终于耐不住技末出来了 好,针机也紧跟着出来 这里可以选择去打夏侯敦 也可以选择谁也不动直接过 都随意 估计很难打死啊 这边有四张牌 被救了一下啊 还真的差点打死了啊 幸好这里真机司马给赶了一下 这里只能弃牌死剑了 没有别的办法 或者你不死剑也可以 你就直接弃两张牌过了 别人也不知道你是谁 只有魏国可能会打你 当然了 这也是配合这个孔融 可以易容巨融摸牌 也是也是有点屌啊 田风这个武将就是有的时候就是 他真的顺风起来 发挥特别强眼 但是逆风的时候就很无力啊 真的很无力 单挑有的时候也是有一定强度的 这里直接再走夏侯敦一个九杀拍给司马 司马表示放弃治疗 脱管 这么快就脱管了 好这里庞德直接选择亮将 去杀真机司马 这肯定要亮了 毕竟大群了 这里直接收掉人头 接着看 看还能不能打 这里还有个画图啊 人家进攻 到底对面三个武将 能不能对抗过这三个群雄呢 好这里孙策小乔 也能得亮将 孙策小乔看起来有点弱啊 不让顺 这肯定不让顺了 赵云奖费 也一般就看163了 163是群游戏直接结束 163是别的还能打 这一个九杀拍向了田风 这国家小后援啊 这里双神速了 直接双神速啊 不过其实也没有卵用 那边有画图 但是也只能这么打 没有别的办法 不赶紧打死一个群雄 以对面这三个武将的输出 是很难再赢了 当然了 这边群雄的输出 其实也并不猛 也很一般 这边群雄的输出 也很一般 好 这里可以发动连营 呼一发 看这里太后 可以先藏一下 没到亮的时候 关键时候再亮 把赵云的刀采了 这里把桃子给田风 一会儿田风还可以连营 再奶一口 这里先不要赌的 等到关键时候再下赌 关键时候一口赌奶 我感觉这回合 国家还是双神速吧 拖不得啊 你们真心拖不得啊 再拖 越拖越输啊 你就不停的双神速 这里火杀 不敢杀这个田风了 怕田风连营啊 当然杀华陀是对的 反正一样嘛 都是消耗一张红牌 而且那边还有寒冰 这里国家赶紧双神速吧 你不要再摸牌了 你被冰了摸牌没意义 赶紧双神速 要不然真心是没有机会了 拆刀 吃个桃子 这里不要去赌啊 赌因为你实验杀不中 当然了 除非你有你真的说赵云手里只有一杀 一张杀或者一张闪 然后你给连营拆掉了 现在的话 其实这个群雄只要稳住就可以了 好 再拿一口 不过现在 华陀手里没牌了 这局打到现在为止 其实是蛮胶着的 这你还敢杀 又连赢了 还选择拆这个国家 也可以吧 他怕国家有虚报什么的 其实也没事 国家只有两张牌 有一张还是闪 拆距离比较好 这个无险 就可以连赢了 可恨这个 可惜这个赵云不是借赵云 并没有什么用啊 各种连营啊 哎 这里我感觉可以拆掉赵云最后一张手牌 尝试秒赵云了 把这里铁锁连一下 拆掉最后一张手牌 如果庞德莫章杀 有可能把赵云就秒了 进入优势期啊 好这里赵云没有杀闪了 又这个易容俱容了 接下来可以把赵云堵死啊 堵死就应该优势局蛮大了 你这还发动雌雄 无脑发动雌雄啊 你杀孔柔那边有话陀 你发动雌雄有什么意义 有的时候就经常有人喜欢 无脑发动雌雄啊 接下来开始读 那手牌都不敢拆了啊 国家你 当然现在国家在双神速已经晚了 这里他杀了一道麦可蒙 留一张牌准备继续死剑 好八光 那边董卓再一撸 基本上是游戏胜局已定啊 这里一口毒酒配合 这里一口毒酒直接配合这个庞德 杀了小乔 非常好再继续毒 毒太后配合田锋啊 真的非常屌啊 后面就围观可以 国家的输出永远他也打不死了 那边有话陀 他永远打不死了 如果明白人早已开始下一局了 没有任何意义 主要是国家 你就是面对话陀这种武将 除了报将 别的武将没有翻盘点的 直接被乱刀砍死啊 这局田锋的发挥还是蛮不错的 再看一局 这局还是田锋啊 田锋和太后 还是田锋和太后啊 主持人玩家在地上神商界 二六区的玩家 感谢他录像 其实有两个大象 他是不是要手亮了 我感觉要手亮了 两枚大象 如果不想手亮 只能刷基本牌了 不过两枚大象在手 也不用刷杀了 外面也不会有拿盘了 大家并没有动 精卫妹妹 精卫天海 这里直接乐远卫 好吧 有人就喜欢乐远卫 其实乐远卫 有的时候也拉嘲讽啊 你看 藤甲这种东西就是 福兮获之所依 获兮福之所福 他这里果然选择了 手亮啊 你那藤甲受了两点伤害 但是这个藤甲能给你 挡两发南蛮 还可以吧 不知道你到底是赚了 还是赔了 这里甲许直接选择亮将 还是一动态皮肤 其实感觉没必要亮 因为你只有两个南蛮 想这个一绒俱绒 还是有点难的 这里司马直接亮将反馈 雕虫小技 然后远交进攻一发 挂到装备 这里这个卧龙怎么来了个白银狮子 有点逗啊 他并没有选择杀卧龙啊 觉得卧龙比较弱 准备把下家堵死了 看他这里就是看你亮不亮将 你要是群雄 这里面对吧 这里面已经这么多群了 而且你被压到一血了 你没有任何猥琐的必要了 对不对 你如果不亮就堵死你 对吧 就肯定堵死你啊 就这两个群雄了 你是第三个 而且你状态这么差 对吗 就杀一刀你不亮就堵死 好的 然后可以摸一大堆牌 这个卧龙 装个白银狮子 那不知道啥意思啊 可能是防死马吧 这里这个也不出来 不出来继续堵 不出来都堵啊 你不出来肯定堵你 前面已经有人有前车之鉴了 不出来就等着毒奶粉 呼你脸上 没得说 对不对 所以你出不出来都是死 这田丰飞和毒太后 这摸牌摸的真是爽翻天啊 得赶紧偷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这个就不毒了 因为司马的牌比较多 有可能掏出个距离 看贾许就不好了 然而他并没有距离 这贾许可能要开大 这可以读贾许啊 读贾许让贾许收人啊 因为他有青羹垫嘛 可以砍那个狮子掉凉血 可以直接乱舞 但是就怕旁统 没旁统一切都好说 这里并没有旁统 直接杀这个人 看能不能把这个人撸死 夏侯敦 夏侯敦无所谓 随便扔两张牌可以 他可能不敢读夏侯敦了 因为那边夏侯敦有简一马 自己不怕 但是他怕把贾许捅死 这里就没有选择读 而且夏侯敦是凉血 接下来通过手里的牌 把这个 看看能不能搭死司马 或者夏侯敦 先看一代牢 还有恐龙这种神将 早知道有恐龙这种神将 刚才有读夏侯敦了 好 这一只笔看一下 看到个董卓 这游戏就简单了 刚才董卓应该亮的 你亮了他就不读你了 就我说的那种 你就亮了就好了 这没必要不亮 随便拿 没什么好拿的 拿来你恢复不了 而且这里有董卓 一口毒酒喷 董卓脸上 让这个吕布无双 无双弄死他 然后再摸一张 简直是爽翻天 难道真是天命难为 接下来就快进了 夏侯敦可投 不过没到时间 所以他只能再挣扎一下 在痛苦的边缘中挣扎一下 最后一波爆发 谁来大战三百回合 然而并没有杀 这各种读礼物啊 然后又读这个贾许 前方配合和太后 别说还是有一定发挥的 再看一句 这一主视角 玩家的地叫盲 不是言语旧相 四五区玩家感谢他录像 这他只能选注荣黄中 还是个不错的选择啊 注荣黄中挺厉害的 重重重 这里直接看南蛮啊 八号位没必要亮啊 亮了很容易拉来别人的仇恨 因为人家很可能 有很多人怕南蛮 对不对 你这个八号位亮了 又吸个南蛮 人万一来搞你怎么办 好这里只能一张盒 直接亮将 他并没有选择 偷非常理智 偷的话非常的拉嘲讽 就上来先团团牌 看有没有人谁搞你 谁搞你 再说 再去弄他 对面那个人的爱意 叫性冷淡的杀生丸 怎么又出现七个字的名字 七个字名字 我真的不知道 他们怎么取出来了 这里就是一个仪代 老师也把连弩给洗掉了 就怎么看 怎么不像胃啊 人对面有珍姬张合 你洗连弩 对不对 这就摆明了不是胃啊 这里是我 我就挂刀过了 不放这个南蛮 为什么 因为你放的南蛮 打不掉珍姬张合的血 他那么多牌 手牌不易出 挂个刀过是最好的 这个托管了 是不是要被珍姬张合打了 三血 三血 不卖 还托管呢 基本上是位的概率 低于2% 好 这里忽悠一个监狱码 这里这里看一下 看完了 然后贴了个兵 他有可能看到队友啊 底气十足 也有可能看到魏国 这两种可能都是存在的 对吧 有的人就是因为看到队友 底气十足 对吧 接着看 我要是珍姬张合早把刚才 能连弩那活弄死了 就偷他 这支笔 随便找个人看看吧 看四血的比较好 四血容易看到队友 结果 看到一徐晃 肯定看这146啊 194因为他跳过飞位了 就有人跳过一部分身份的话 就没必要再看他了 就看那种 从头到尾 没跳过身份的 也没动过的人 就优先看那种 这里他果然偷这下家两个弄他的 然后一个九杀拍过去 死了 他也离开了 那就好吧 既然你离开了 也就选择了死亡 送荡着终生为你想起 那边还有一个魏国 现在比较难处理啊 还需要看看其他暗将的态度 这个 这个开万键 你这不是魏 你就别开万键了呗 你这个万键 不是在帮魏国的吗 我就不知道你这万 他去杀这个托管子 不知道啥意思啊 他是不觉得托管子 也没搞张合 还是怎么怎么个意思啊 就去砍托管子了 好吧 这里徐晃 乐不得看你们去 那个什么 我 这个人不是魏国吧 两个鼠 局势非常的不妙啊 可以考虑去去杀 真鸡了 或者杀暗将了 因为这里有个猎攻 Bug技能 当然先看看这个人是什么 点错了 你不说专杀装逼祸 不知道啥意思啊 真鸡张合 任你再强 你也害怕这个猎攻了 这里他可能是觉得 厂商是不是 这149也去杀暗将 有点不太对劲 然后就直接选择了亮将 这里是个张角画佗 吕布也不知道刚才 怎么怎么想 就去杀这个张角画佗啊 这里真鸡肯定赶紧得把这把刀 护护走啊 他不护护这把刀 就是他死定了啊 太怕这把刀了 吕布直接亮将 他应该也去杀张合 张合手里什么牌啊 全是闪嘛 不是全是桃嘛 九好 这个张两片是激情对喷了 他把柱龙的盾拆了 这边还有一个徐晃呢 主要 徐晃乐一下 这奖费好吧 这里乐的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肯定要乐他 奖费还有一个将 不知道是不是 旁统旁神将 这149没有动 也没有开桃源 并不好说是什么 再杀一刀 这真鸡真的是被 被这个黄中 磕成狗了 他手里这些牌 远交进攻顺手 天然刚才怎么不用你啊 不过他刚才顾着一刀 就顾不上用了 那没有办法 这 真的是被一个黄中 列克死了 不然没有黄中 这是杀不动的 完全杀不动的 好 这开始打鼠卧吧 反戈 我感觉徐晃是时候亮了 你就亮一个将 你找个弱的将亮了 对 你表明一下身份 这得不要去杀群雄了 你让鼠卧和群雄去打 你去拉什么嘲讽 你要搞就搞搞暗将 你这这完全没必要 这在干嘛呢 你去拉什么嘲讽 有什么嘲讽好拉的呢 你让他们两个人去打吗 打得差不多了 你出来收尸 刚才是因为有真机张合 你不能亮 对吧 哎呦我的妈呀 这里他也去杀 跳了个飞群 不知道是鼠还是无 或者说什么隐藏的卫国 那既然你们都打群 那鼠卧正是巴不得打群呢 这里铁锁虚报一下 说不定一会儿能摸个火纱什么的 再连起来 搞一下 那边腾甲扔不扔 这里正确打法 徐晃去搞搞暗将 对吧 然后鼠卧和群雄两个 让他们慢慢去打 你去掺和干什么 好杀一刀 这徐晃意志不坚定 这完全就是 这种玩家就完全听别人说什么 是什么 没有自己的思路和想法 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思路是对的 这149还开南蛮啊 这当时我就觉得这货就是个鼠啊 但是鼠他为什么不亮呢 我也就很奇怪 因为是鼠你亮了三打三 你这没什么 你藏也没有意义啊 还可以打群 还有干嘛呀 不知道这是这到底是什么 完全搞不懂他是什么 这里贴锁 就可以用上了 好那边 还好那边把那个藤甲扔了啊 不然被烧成烤乳猪了啊 这里这个猎弓真的是bug技能啊 玩爆什么张角 真机之流 这里不还去仇杀 哎呀 这国战环境太恶劣了 亲149你是啥 这时候还不亮吗 你是你无论是啥都得亮了啊 这边是个庞统 这又一个南蛮开出来 我估计149如果不是数 他就 他就失算了 没有考虑到那边有庞统的情况 那边死活不亮很有可能是庞统的 对吧 这边又有个南蛮 我天哪还是个吴国 你一个吴国 你你在你在搞毛线呢 你一个吴国 我就不知道这吴国和去温国怎么想的 你们打什么群雄啊 但群雄数国自己去打嘛 你们打的是个寂寞 简直打的是个寂寞 这边我感觉救不救都可以了 不救也可以 不救就是说 让这个庞统涅槃一波直接下河河把周鱼打死 都可以吧 就也行 主要是庞统有一套神装 有点舍不得 原来这里又中 看这周鱼是不是周泰 不是周泰 你在逗我 不是周泰 你简直是在逗我 火杀 虚瓦可以投了 路人啊 什么时候能改变这种 明亮护杀啊 什么的 这种或者是还有这种鼠人 单纯的鼠人头的这种现象 其实 其实怎么说 也鼠人头这种东西啊 就说白了 还是大局观的欠缺啊 就并就是并不知道哪方的实际实力强 只就是只看到了纸面上的东西 而并不知道实际的东西 对不对 比如说人家前面好像就只有几千人跟你打仗 后面其实常藏着十万精锐大军 再看一句 主持练玩家 爱地叫吴小青 酒区的玩家感谢他的录像 这里面只能选择一个组合了 有点弱啊 泰尔斯小乔 有点弱也得玩啊 不能不玩啊 是不是 再弱的我都赢过 我用卧龙梦霍都赢过 其实我还行吧 有一张红桃有两张沙 这里疯女人月鹰又选择了首量 随便了 蓝蛮搞起啊 反正他首量就是 这里放出个祝容 所以献出这张梅花的沙 看你等如何抵挡我这大象镇 看你我如何抵挡我这大象镇 我觉得这个祝容的皮肤 好拉嘲讽啊 听起来 就让别人想干他 这里一顿干 这个二张出来捡了一堆宝贝啊 其实也没捡啥 好像都是沙沙沙沙 有个人忘顿 不过可以亮吧 毕竟那边都是蜀国 156你亮不亮 不亮 好 不亮 感觉是蜀国的可能性 不太大了 好 这里又一个拿完佳许直接出来 佳许应该是没杀了 这里去出杀就好了 有一个万键 这里就有点惨了 不能亮将 大家小乔按着的时候 这个黑桃是不能红颜的 156看看你是什么 我的天哪 大飞格要死了 要死人了 这里不能添江啊 决斗 还会吸血狂魔啊 杀一刀 还能扛一刀 有个酒 再有杀就死了 没杀还能狗活一下 一定要狗活下去啊 活下去才是希望啊 这里这里肯定手量全量啊 这里的话 我觉得你没必要去借 你把你把牌 你把牌扔给二张 让这个二张去借 因为二张他一会刷牌可能刷出无蟹了 你这里没有无蟹对不对 留一张天香牌把这个刀什么都扔给他 你让二张去动 二张刷完牌以后是有可能有无蟹的 好 这里还有个陆逊 反正就刷刷牌 这里赶紧刷天香牌啊 不二天 不刷天香牌一会可能要死啊 远交进攻 远交进攻 刷吧 反正二张陆逊 二张陆逊这武将能刷好多牌的 先打月鹰 但月鹰有可能是凤雏 这种都不好说 反正打的时候你防下就可以了 把个大象阵扔了 杀一刀 闪 看贾许的吧 看看贾许能不能再走这个月鹰啊 宇木 连一下 有没有九 并没有 这里他没有去连祝荣啊 觉得祝荣威胁并没有那么大 兵令歌将不亮 原来是甘夫人啊 好吧 好弱啊 真的好弱啊 这里无胁 这里没必要 你没必要无胁吧 让他拆呗 拆了这个盾就拆吧 这里你无胁啥呀 反正这个小桥这么多牌 也死不了 这不亮 不亮飞鼠 小胖亮了 哎呀我操 小胖你 如果放张飞了 我觉得你不如放月鹰啊 我怎么看 怎么觉得不如放月鹰好 这张飞有那么猛吗 他万一摸不到杀 哎我的妈呀 好吧 怎么这么多杀 哪有来这么多杀 有点屌啊 好好好 可能他觉得自家的月鹰是基本月啊 这边也打无限 决斗 看能不能带走二张 要死 要死 要死啊 这边还有个桃子救一下 肯定要救啊 这里是无论如何要救的 不就要死啊 救了都有可能死 哎 你看张飞摸不到杀了吧 对不对 他不可能总能摸到杀的 又没有摸牌技能 到这里火一下 那月鹰应该是去了啊 那边有吕布 赶紧杀赶紧杀 这月鹰必须死啊 月鹰不死 这月鹰不死 让他动一轮 就没有任何机会了 拼脸拼掉 好的 这里就是说 必须让这个 吕布 撸死这个月鹰 这边的话 由于就是二张给你装备 他在他有陆逊嘛 他可以移待劳 可以夺势 这样的话 你也就是说 不会说出现在空手牌 虽然刚才打空了 但是还能存一定的手牌 通过夺势 好 这里收掉 竟然没有桃子 竟然被二张收掉了 你敢信 本来是打算让贾许收掉的 这里留天香牌 把盾扔了吧 多留点天香牌 这里二张也是岌岌可危啊 桃园结议 然后吕布开了一个桃园啊 这个桃园 这个桃园从事后来看 这个 这153的 魔牌阶段有技能啊 从事后来看 这153的很伤心啊 接着看 要不然继续放权 这个顺的是个寂寞啊 路神将你都敢顺 你想死吗 神桃园 真的是神桃园啊 当然站着贾许的角度 开桃园是没有问题的 那边小桥和太尔茨都快死了 这边还有三个鼠 都状态不错 继续杀 我会怕你吗 我会怕你吗 又抹两张杀 还有口酒 还好 这回的话可以配合一下了 继续都扔给二张吧 让二张去操作 那个黑顺就没必要扔给他 他也没什么顺 自己留着 说不定一会儿还能有捡一码什么的 再去顺别人 据杀鼠 杀鼠 青无 多事找曹子 这边藤甲给小桥是非常不错的 小桥留藤甲 小桥装藤甲 非常的屌 几乎无敌啊 这里对于鼠国来说怎么打 打暗将 暗将不是鼠 把他打出来 不要去打这名将了 这里不给他鼓掌 他不动 你看他杀都不出的 这个暗将连杀都不出的 这时候是这样啊 如果暗将你是位 你一定一定要亮将 因为你亮了将 表明你自己是独苗 这样别人就不会打你 如果你这里不亮将 别人打你 包括鼠啊 什么无国打你是 你是没有任何 辩驳的理由的 因为你不亮将 说明你场上一定有队友 对不对 你是这里就是说 从正常的逻辑思维来说 他不应该是卫国 因为是卫国 你必须要亮的 你不亮就是被别人 一顿群偶 你就按着死了 对不对 这里刘善也是非常对 就打你暗将 没错 你不亮 好 拿完也出去 这两张牌都是用不出去的 正好被二张捡了 反正捡个顺一会 还可以顺了小条的装备 再扔再扔出去 自己操作也可以 人给二张操作也可以 都可以吧 都一样的 其实你反正远交进攻 这种东西 这里不要留梅花傻 这里留一个天香牌 当然了 他可能觉得陆迅 反正一会要夺视 终归能夺掉 但是还是习惯性 留一个天香牌比较好 陆迅倒是应该是 肯定会夺视的 对 这里打暗将 陆迅也打非常 对 你不亮 肯定打你 你这时候残局了 所有人都明着 你不亮 别的人去打 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其他人理智的话 尤其是蜀国 这时候肯定要把你弄出来 所以你就硬着头皮亮好了 或者说是这样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你的队友 比如说场上 你的队友比较强 你不想给他拉到嘲讽 而你自己自身的武将比较弱 那你可以选择按着死 这也是一种策略 就有的时候 比如说 就场上 这种混战中 自己有个司马国家队友 自己是个什么 什么徐主下回渊 之类的这种东西 你可能出来 就把自己队友也拉下水了 你可以选择按着死 这也是一种策略 要不然你就 就痛痛快快亮将 藏是没有意义的 而这二张着 这日比看了一眼 打了个符号 不知道啥意思 这里没必要出杀吧 给他个刀嘛 你给他刀就好了 杀队友干嘛 他那边有刀的 他那边又不是没刀 这里你看袁绍双雄 对不对 你所以肯定要打你按键 你不能 要不然别人都在那打打着打着 就你赢了 哎呦 这里袁绍开 这里你亮了 你就死了就好了 你不要去乱开 你这种开啊 那边吴国一腾甲一八卦 你这个开就是给吴国打工了 这纯给吴国打工了 你把我蜀国都射死了 你也赢不了 你把蜀国都射死了 还是吴国营 你就理智脸不射 然后让他们 你就把自己卖了 这种 你就还不如把自己卖了呢 真的 我要是袁绍双雄 刚才这种局面 我看我就卖了自己 你选择按得死都可以 因为吕布甲许 后期能力非常强 等他胜独苗的时候 他就如果说这种场上 形成现在 比如说 抠掉袁绍和双雄 那边进行三v三 这吕布和甲许 是非常非常有机会进决赛 而且非常非常有机会赢的 哎 你不如 就你不如说你卖掉自己吗 能卖掉自己 完全可以打 然后打不了吗 这边三个打不 打不了那边三个 是完全可以打的 不能说谁一定赢 但至少可以打 你这边乐住啊 这种这种打法 就完全送无了 妥妥的送无啊 这边梦获祝容 并没有什么卵用 主要还是太弱了 而且杀不动 有个桃园还不错 哎呦我的妈呀 你还给打无限 你打什么打无限 这群雄都 甲许你还给打 你打什么无限 你让他们把血线 撑起来多好 你看这里连弩都扔了 这里 祝容生气了 这真的是生气了 你们群雄在打的是什么 打的什么乱七八糟 你这不是送无吗 那好 你们送我也送 把连弩送了 真的是打乱七八糟的 这里如果输出的话 拼二张啊 保证自己的输出 拿那个冰凉顺乱 拼二张最好了 这就这回合不能 不能拼点输 一定拼点要赢 拼点赢就直接赢了 这局我觉得 袁绍直接卖掉自己 然后那边贾许理智一点 然后空一空 其实我是感觉真的 这把吕布贾许赢的机会 非常的大 然后强行被这个 医学太子词小乔给 他给翻盘了 谁敢杀我 有的是人敢杀你啊 夜意光歌舞 醉卧温柔香 这刘善我记得 刚开始放拳的时候 说管张飞叫二叔啊 您可以看那聊天记录 果然是罪卧温柔香啊 不过怎么说呢 叫三叔也能理解 叫二叔也能理解 叫二叔就是 关于是大叔 张飞是二叔 这这就投了吧 没什么好打的 好了 今天视频就放到这吧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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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